吴兰兰部落的一位30岁青年 因为一个月前的意外车祸 导致身体重创 需要长期的复健治疗 虽然他已经准备好面对 但是庞大的医疗费用 还是让家庭陷入了困境 因此吴兰村崇光社会青年 自主办了爱多一点 义卖四级的园游会活动 包括立委孔文吉都前来响应 希望能够帮助受伤者 早日恢复健康 家住在秀若营乡 吴兰村崇光部落的一位青年 因为一个月前的一场意外车祸 导致身体重创 需要长期复健治疗 虽然他已经准备好来面对 但是庞大的医疗费用是一份负担 因此崇光社会青年自主办理 爱多一点 义卖四级原油会 来帮助自己的部落青年 立委孔文吉也说要领车服务团队 前往现场来一起来做爱心 我们最主要是要表示一份关心 当然我最感动的是 大家能够办这个原油会 最主要是要关心我们的年轻人 所以这个是大致年轻人的 部落的一个爱心 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特别呢 我今天也特别要呛呛的活动 我们刚才要特别谢谢大家准备的 很多好吃的 那我们就年轻人的这样开始来吧 那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有这个机会我能够跟年轻人都相处 了解一下我们年轻人的小岛 所以我们既然像年轻人 我们也希望这个年轻人也能够找一支 康复了 大家这样这么感应 非常的感动 旅行军表示在假日时候都会亲自下乡到各部落 哪里有问题 口温级就会到现场 而这次带领着服务团队来关心需要帮助的青年子弟们 他也会寻求社会资源来协助 一同来支持与帮助多力恢复健康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